在食物恋中,狼羊就是天敌般的存在,他们也不可能会在一起,但喜羊羊与灰太郎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。 在羊首系列中,传统观念被打破了,羊狼也不再敌对,而是成为了朋友。 那么在这两个不同种族中,他们之间能产生多少令人羡慕的CP呢? 第一对喜羊羊和灰太郎,这对组合从最初就是相爱相杀的模式,可随着剧情的发展,他们俩竟然可以为了对方去死。 他们之间的感情,已经超越了种族界限,他们俩虽然相杀,可同样也是彼此成就了彼此。 如果没有喜羊羊,就没有如今的灰太郎,一旦他们联手,基本上跟就是无敌状态,不管是什么危机,只要他们联手,都不会有任何意外。 第二对红太郎和美羊羊,表面看这对CP没什么关联,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相似点非常多。 同样爱美爱打扮,他们也是狼羊两族的笑话,当他们凑在一起时,可以相互交流化妆心得,以及在美容方面的事情,他们可以称之为互补CP。 第三对小灰灰和冰冰羊,虽然小灰灰是灰太郎的儿子,但他从小就不吃羊,反而是和同小羊一样,爱吃素,又很善狼。 冰冰羊是只羊羊捡来的孩子,也是喜羊羊的妹妹,在来到青青草原后,他就和小灰灰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。 他们这对CP也让无数人羡慕,毕竟青梅竹马的设定,的确很有爱。 第四对狼将军和羊果果,他们在年轻时是一对挚友,也是首次提出狼羊和平的角色。 可因为一次误会,狼将军对羊族产生了憎恨,因为有着不俗的身体素质和超高智慧,狼将军一度成为了最难缠的反派,后来还是在小羊和灰太郎一家的帮助下,这才成功解除误会,并和羊果果云游。 第五对焦太郎和暖羊羊,他们是粉丝们最看好的一对,焦太郎也是第一个和羊做朋友的狼。 焦太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,不吃肉,只爱吃香蕉,在刚到青青草原时,他就遇到了暖羊羊,并且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,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肥宅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